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个中产党 今天讲这件事真的显示到国仇家恨 如无意外,这一集播映的时候 应该是南京大屠杀的周年纪念 我听AMD同事说 原来都搞了很多制制活动 应该不是制制活动 主要是纪念活动 我是笑的 收起我们的圈皮笑脸 很厉害,忍住不笑 有一件事真的好,我忍不住不笑 这件事真的太好笑 就是今早早,即是我们录影的时候 即是昨天,如果有人会播放的时间 郭少杰 如果你在社运圈有多些认识都很有名 那时在占中的狗刹队 很多本土派都很厉害他 因为他都是泛民大台的人 无端端去了靖国神社的门口 即是大殿的广场 就销售东条英基的神主派 再拉着一个很长的币 就写着 追究屠城责任 无忘南京大屠杀 即基本上六四屠城 不过就变成南京大屠杀 然后拍片的闫敏华 也是一个社运的女女 很出名的人 我们叫她社运小辣椒 再加上郭少杰 现在被日本的警方拘捕了 他为何会选择今年做呢? 我明白是81周年 但他去年不做 前年不做 是否会引起他 这样说 第一件事就是 我很难相信 这件事是香港人做 喂 我起初看到这件事 和我身边看到这件事 都不相信是真的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有个大陆粉青 和他一模一样名 就拿去销 那我的朋友 本土派的朋友 就觉得是假的 肯定是有些人想 老屈他 随便把名字叫郭少杰 后来才是真的 就是与其你问 为什么他这样做呢? 就是在这个时刻 你不如问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我真的没有想像到 还有香港人 是会在这个 靖国神社的门口 去做这些所谓粉青色的行为 尤其是这么年轻的那些 就是你说 郭少杰都不年轻的 我想他都四五十岁 我印象是他不是一直持续去做 不是的 但是 言文话更加不是 他们那些补丢委员会 其实都是社民联系统出来的 社民联补丢委员会 社民联补丢委员会 都是那些支联会 社民联系统 都是那些人 就是罗咒 洋康 但是他已经静了很久了 我感觉 只是新闻没有报道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再说回早一点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那时阿牛和什么 他们去了日本的钓鱼台 去了钓鱼台 不是去日本的钓鱼台 OK 是去中国的钓鱼台 日本的尖角列島 我持平 然后被日本警方拘捕了 回到香港 也有几百个人去欢迎他们 那时很经典 还拍了一条片 叫做什么 走某某开 某某某某某 记不记得 好了 到他再上一次去完 再回来 只有十几个人去接他们 即是这一件事 已经是out了 即是保卫钓鱼台 已经是没有人关心 现在不是那些问题 现在那些南京大陆社団 政局神社问题 我现在就告诉你 三大中日的争议 教科书散改问题 钓鱼台问题 以及南京大屠杀 我们现在的新一代年轻人 是对他们完全没有感 为了重新燃起这股民族感情 所以就要趁这个时候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 在我来说 最大的问题 香港人作为一个本土派 我当然不是本土派 即是港独派 我觉得无可原谅他们的责任 作为港独分子或本土分子 他应该一定要追究日本的军票问题 即是军票问题 你是赖仗 大佬 发责之债 接着欠我们香港人 我觉得如果你说港独或本土 你不说军票 你没有资格 我可以解释给你们听 欠的那些都是老师傅 跟我们差事 你说欠完军票分给我们 我们就会去争彩 老师傅都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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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当日 就是误入大中华交情意见 所以以为中国政府和你们合作 可以抢回军票赔偿 现在中国已经和日本签计 有了一个救金山条 不能够再用官方的方式 向日本追讨任何赔偿 军票的问题是英国政府的 是英国的 他拿来换匯豐银行的银子 所以军票银行英国不关中国政府的事 所以我们说不是大中华交的问题 为什么你不去追军票 是很多钱在那里 我不是 我作为一个新世代的年轻人 就觉得军票又不是欠我钱 欠你老人 你老爸有份的 我老爸都没有军票 你们全部移民 你们去买物本土 他已经走了七七八八了 但你拿着军票船 我才有个人 家里有几亿计军票 就是有很多军票 这军票是断股 他不会烧掉他 都会留给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拿着军票都可以索償 我不拉到那么远 我先讲回政国神社 当年政国神社 在我们小时候 是一个很厉害的题目 你虽然父母没有去 没有 他们很政治 没有去参加保卫钓鱼团游行 我有去参加保钓集会 我去过政国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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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去过政国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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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政国神社有三个部分 一部分就是门口的广场 你去参拜 一部分就是游奏馆 就是纪念馆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是死难者的家属 才可以进入去 再做一个正式的参拜 以前我们小时候都听到 又有个日本首相 又有个日本大臣 就去了政国神社参拜 也不要说小时候 十年前左右 市传纯一郎 就整天都去政国神社参拜 现在也有参拜 现在他就不是总理大臣 所以他参拜以一个私人方式的参拜 就没有人理他 安倍晋三都不会去参拜 是他老婆的参拜 所以现在中国就没有什么 拿这件事来说 但想一下 以此这些事情 在我们身边 整天都会不停提起 今时今日在这个反日的思潮高涨的时刻 竟然没有人再说 没有反日 就是没有反日 就是没有反日 我想问的问题 就是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觉得 无端端 就是中国大陆 你现在向着安倍跪头 就是扣头 前前那段他跟他参拜 就是说抗日 已经不收到再拍了 所以才触到这些人 他说不行 其实是现在连阿爷都不反 我们要反而走出来 我们反了 所以如果阿爷越不反 他们越反 这个都很反动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为什么要很多船 出去保卫钓鱼台 就是觉得中国政府 你经常都说 韜江让晦 不肯和他撞 那船就由我们民间去做 为什么民间没有怎么做 因为那时候 你记得习近平上台 之后几年 就有很多科研船 海条船 百几二百个 就去调回日本钓鱼岛那些艦队 所以觉得你政府有做 那我们就不用做 不过这个都不是个重点 重点就是 我们今时今日看这件事 和二三十年前看这件事 我可以肯定是完全不同 如果二三十年前发生 我觉得肯定很多人同情 或者支持这个国事件 这是中华民族的关键问题 我们当然要支持他 做得好 在日本人面前 烧这些东西 今时今日 我不要说反不反对 招不招说 是没有年轻人 再对靖国神社 有任何的感觉 你怎么看 周先生 因为我 你有没有这种民族感情 我年轻的时候都没有 我告诉你 不要钓完到靖国神社 不要去外国 我六四又没有去过 我什么都没有去过 我从来都不参加 但是我们以前中文大学 都是国粹派大本营 你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 一起去各个地方抗议 我完全没有 我告诉你 我钓鱼台 我的立场 你的立场是什么 钓鱼台龟 然后 是 為什麼琉球、釣魚島會出現,其實它是在美國佔領日本的時候順便拿琉球 順便拿琉球,順便拿琉球,當初美國大家都不敢吵,後來美國說不定的就不管 釣魚島原來的歷史,本來是屬於琉球的,日本就硬吞併了,美國不讓琉球復國 因為它不回復到琉球之前的狀況,台灣被割出來,但不讓琉球復國 然後就把釣魚島放出來,釣魚島放出來就是一塊肉,中國、日本、台灣三個地方 都一齊一定要爭,它就告訴你那裏有油,然後說不關我們事 然後就說大家不關我們,我就不理了,不過你們就自己擇自己擇 其實說釣魚島問題,可以說三、四集都可以 重點從來都是,沒有人再有興趣聽,究竟釣魚島是屬於誰 因為在我們的心目中,第一件事當然就是,領土、侵不侵略 這些是歷史的,今時今日,還有誰覺得領土很重要,錢才是最重要的 你看看,釣魚島已經國有化了,現在習近平怎樣 習近平和安倍多開心,在吃飯,就跟他說領土不值一切 現在真正的問題,我自己的感覺就是,我們應該如何再看待這段歷史呢 如果我們都冷感,對於南京大屠殺,對於中國曾經被日本侵略這段歷史都覺得很冷感 我們怎樣跟下一代的人去再說歷史這件事呢 我很感激這件事,因為起碼我都是讀歷史 我都是研究歷史,我都寫了歷史書 我覺得研究歷史,你不需要 Jonathan Spence,他研究中國歷史,他都不需要對中國有感情 我們是一個研究歷史學家 我們不是一個,歷史學家並不必要是一個外國分子 但再進一步就是,現在沒有人關心這件事 其實歷史都沒有前景了 我覺得我沒有人,我經常寫這件事出來,我都沒有人關心 我都是一個客觀研究,釣魚島屬於什麼 或者是南京大屠殺,實際上死了多少人 OK,我覺得都沒有人關心 但有人關心,關心那些人不是從歷史眼光去看 而是從一個政治眼光去看 不過今天可能我問錯兩位主持拍檔 兩位主持拍檔,因為你們都沒有這樣的 因為我那個年代是一個火紅年代 所有香港人,在我小時候,都是在90年代 大家都覺得我們是有責任保護釣魚台 釣魚台這樣被美國劃走了 我認同朋友都不是這樣 問題是,我現任日本是屎的 但問題是,我簡直是想寫一本超和屎的 問題是,有沒有這樣,還有原來是屎的 其實你講回世代的事情,譬如我爺爺的年代 那些人真的經歷過日本人 但他不會跟你說,你在你小時候 他跟我老爸老母說 那你老爸老母有沒有跟你說 他們已經沒有跟我說 所以我這代已經不是太上心 因為我小時候,都是經常聽我爸媽和我爺爺阿嬤說日本人的事情 他們是走爛國來的 41年,我爸爸就在香港出生 他們其實全部都是在大陸打仗的時候走爛下來的 所以他們整個說,我們都被日本的飛機一路炸一路走 我講一講歷史的問題,好嗎 其實呢,所以我覺得是,人們的這類歷史做得不好 就是,其實香港是三年來的最慘 其實反而大陸,去轉南京,大途殺完之後 大途殺完之後,是變成了好發明 藝區經濟最好,因為不用打仗 香港其實為什麼是最嚴重呢 因為香港不是屬於汪精衛館的 香港是軍政府館的 即是軍政府,南洋,香港,整個新加坡那些 都還有人有過多的問題 慘很多 但這些這麼學術的東西,我想 就算我這一代,如果不是真的有影響於日本的歷史的話 都不是最重要的東西 譬如我這一代 這個牽涉到身份認同的問題 我反而覺得是重要的 就是他們的文化和日本怎樣接觸他的文化 譬如我年輕人的年代,以前沒有韓夫那些東西 我八九十年代長大的時候 就是陳曾賢,接觸日本 就是日本的音樂 那些東西 但到這一代,他們的音樂 可能他們都聽K-POP、韓國那些東西 反而他們多去旅行日本 接觸他們的食物、旅行 這個角度的話 我那個年代的年輕人 到這個年代的年輕人 他們看日本 你覺得反而會接觸的東西 第一首的東西就是這些東西 對他們會怎樣看? 客觀地說 我十年前開始面對第一班的學生 我開始問他們 你怎樣看南京帝屠殺 你覺得我們中國人 應不應該原諒日本人? 他們每一個人的答案 基本上都是 我們很難忘記這件事 原不原諒 就要看日本人是否認錯 就是這些答案 香港學生 十年後的今日 是再沒有人有感覺 這些事不關我們事 他們喜歡原諒就原諒 不原諒就不原諒 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沒有親身經歷過 甚至乎 我們應該要仇恨的日本人 都沒有親身經歷過這些事情 你為什麼要拉起來 做一個討論的話題呢? 這個就是我很驚訝的原因 但我更驚訝的是 你們都算是比我再大半代的人 我小時候都是經歷郭少傑 這些火紅年代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膠 但是我覺得在二三十年前 是可以體諒的 原來你是二三十年前的時候 已經完全沒有這種 中國人的身份的驕傲 正這樣說 我非常有讀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專家 夠膽開話 日本史學都有研究 不過就是 這個也是一個很諷刺的地方 香港政府經常都說 讀多些中史就會培養到民族認同 我很認同一件事 你越讀得多中國歷史 你最後越抗拒中國人這個身份 我沒有抗拒 我沒有抗拒 我只是覺得 這個實際上只有兩種人 一種就是貴族 一種就是自民 我希望做貴族 我現在是自民 什麼國家的自貴族都好 都好過做什麼國家的自民 沒錯 那些貴族都住在一起讀書 一齊一齊一齊 那些康尼、劍橋 中國那些貴族 英國那些貴族 日本那些貴族 全部都是學校的 我們的自民 全部都是這樣 你以為人家什麼 人家那些貴族 以前的中國人 那些軍閥打麻將 那些軍隊就打 我就不做那些蠢的人 我只會做聰明人 我要做那些貴族 跟他們一起打麻將 軍閥打麻將 那些軍隊就在下面打 是不是 是這樣 我就要做那些貴族 其實他們全部都是在房間 大家互相認得 金正恩都是讀學校的 然後你就說他們 暴君沒有問題 最重要是做暴君的朋友 對 你說的民主國家的人 就是暴君的朋友 他們大家是同學 我想問 你覺得這個看法 那些人不在意 有多少是同 因為不喜歡外地人 身份是本土的私事 我覺得很大關係 如果說新一代 其實不同年代 對中國的身份冷感 甚至對日本侵華的歷史冷感 都有不同原因 有人可能因為太熟悉中國歷史 其實我也是 我由一個民族主義者 去到一個非民族主義者 都會越來越認識的心 有些人可能純粹因為完全不懂 沒有感覺 他父母也沒有跟他說 也都不知道 但當然 最重要的是 其實今時今日 你還去一些地方 去做一些 我們覺得內地粉青才會做的事 就是不認 就是失敗了 這個我才覺得是最大的問題 好 今天就到這裡